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不是唱歌 又不是關於吃東西的 是說實際拍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看到別人的片段很有趣 背部動來動去 又可以有不同的地方 究竟怎麼搞的呢? 我研究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都比較好奇 都想試一下新的東西 自己可不可以做到 就像剪片一樣 我全部都是自己手一腳做 配音、打字幕等等 於是我就自己研究了 我問過很多拍攝的朋友 他們其實都說是要用電腦的 甚至乎用iMovie等等不同的軟件 但我又覺得我是真的不夠時間 我不可以靜靜靜靜地 存在一個地方 很專注地做 是逛逛街又剪片 乘搭地鐵又搞路 於是我就想想有沒有一些APPs 是可以用的 結果我就用了這個APP 然後我都試一下不同的功能 買過一些畫紙去做綠色 什麼退底呢? 其實就是你要買一些綠色的底紙 或者底色 然後就把它退底 整個人卡在某個地方的畫面 或者一些影片 詳細我再說給大家 怎樣可以把後面的音樂 或者人聲退出去 變得自己現在說的聲音 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都去過某些餐廳 看到綠色在底 那我試一下吧 結果是不行的 因為這隻顏色是太沉色了 另外我都去過球場那裏 也都試過 都是不行的 因為太暗了 我都去過 買過那些畫紙去綠色 都是不行的 因為正正經我會拿著 整張掉下來蓋著自己 完全不行的 顏色是不行的 結果我就正正經的買了這個綠幕 還有一支肝掛著綠幕在後面 然後就用了Apps做好了 就是這個Apps 其實都很容易的 我教大家 試完之後得心明手 你會很開心的 因為你終於研究到 你喜歡放在哪裏也可以 什麼地方也可以 什麼片裏也可以 好了 我們首先下載了這個Videolib的Apps 然後就按畫布 加上你想要的背景的地方 上面 好了 接著就按畫中畫 把你拍好有綠幕 做底色的片段 做上去 然後把整個畫面都變成綠色 就按色彩濃度 然後你看到十字圓圈 你就放在綠色的位置 掃一下掃一下 然後你就會看到綠色已經退走了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調整 你跟背景的陰影 強度等等 是不是很容易呢 那就成功了 那如果我想加影片又怎樣 你可以在畫布那裏 就加你要的影片 但是這個背景的影片 你看會有聲音 可以怎樣處理呢 也很容易的 你能看到有一個按鈕子 叫做靜音 你按一下 按完之後 然後影片再裏的音樂 和聲音都even 就會消防 祝你愛漫遊